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来 坐着 歇会儿 坐着 没事 坐下 坐下 好 你也坐 好 没事 累坏了吧 还好 妈包子铺的事我本来想告诉您的 知道 知道 你妈那脾气我还不了解吗 爸不会怪你的 现在 孩子 咱们关键是赶快善后 该治的人要治 该赔的款要赔 那两家商户向你妈妈索赔多少 他们每家都要十万块 这是讹诈呀 是啊 这不能由他们说 他们到底受了多大的损失 我得亲自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那两个受伤的小公 我们把他送医院去了 没受什么重伤就是点轻伤 但是医药费也得要一大笔 这样 该负的责任咱们得负 我刚才呢 到这个消防部门也去问了一下 这次的大火的起因 还是因为小公乱扔烟头 然后再加上隔壁那商户啊 随意地堆放一些 亦燃亦爆的物品 才引起了这场火灾 大火纯属意外 所以你妈妈不能一个人 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扔烟头的小公 随意堆放杂物的隔壁商户 他们都得承担起 他们个人应该承担的 那部分责任 谢谢你啊 爸 这段时间 那伊勒的餐馆正在扩大装修 他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这些事都由我一个人来跑 这忙得都有点焦头烂额了 你千万别跟爸妈说谢 我欠你们娘俩的 一辈子都还不清 起来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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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你给还是不给啊 我不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不就五万块钱吗 我给 但他李东梅受了我们的恩惠 就得给我们个说法 他又再像以前那样甩脸子发脾气 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你什么意思啊 要什么说法啊 我告诉你这钱是我的 根本容不得你同意不同意 我是给定了 那你懂不懂婚姻法呀 这钱是你和我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 没有我的同意啊 你一分钱一毛钱都比想拿走 你这什么态度啊 这钱我必须得要 我都答应人家了 我这钱必须给人家的 我都答应好了 什么我什么答应 我就说说你做人得争气点 别吵啊 吵什么呀 我正在屋里工作呢 我在研究我的游戏人物 你俩这儿好 我更有点灵感 却让你俩吵没了 要吵 都出去吵去 犯人 你管我呀你 我这还没说完呢 你回来 喂老叔 你怎么还愣着呀 不就三万块钱快给孩子们拿呀 哎呀 这不是三万块钱的事那么简单 伊勒当初挣了钱 就应该还给她丈母娘 可是她呢 给了尚伟志那个富二代 你儿子是神仙吗 她是神仙吗 她怎么知道她丈母娘 能出这么大的事呢 行了别管了 我跟你俩说啊 我跟你妈的退休工资也不高 要拿着三万块钱借给你们也可以 不过呢得算我们投资 等你们餐馆赚了钱 我们要自己分红的 哎 哎 输钱借 伊勒是你儿子 你可是伊勒的亲爹 这还分红 我怎么就不能分红啊 俗话说得好 这亲父子还得明算账呢 是吧 伊勒把钱给了小曼她妈 那她投在三万块钱的餐馆里边 那就相当于借咱们的 那既然她把钱投在餐馆了 我当然就有分红的权利 好啊爸 那这三万块钱就算您入股 如果将来餐厅赚了钱 我跟伊勒给您分红 但是呢投资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将来我们赔了 那您就不能再找我们还了 那可不行啊 这三万块钱 是我跟你妈从养老金里抽出来的 你们至少得保我们个本啊 您刚刚不是说亲父子明算账吗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这钱算投资呢 您就得跟我们共同承担风险 因为不可能只赚不赔的 如果这钱算你借我们的 那也行 我们就按银行的同期利率 跟您结算 但您就不能参与分红了 行 行啊 伊勒 你媳妇算得可真精啊 行 小曼啊 不是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 这么硬邦邦冷冰冰的呀 咱们是一家人吗 咱是一家怎么这么计较呢 你公公自私 你也自私 咱这一家人干吗呢 妈 我这哪是自私啊 那明明是爸刚刚 她是你公公 是不是她是你公公 是 她刚才那话说的 是有些不尽情理 你这儿媳妇怎么能跟公公 钉石钉某是某 这么对着干呢你 行了 爸 这三个钱我不借了 别因为点小事 让她家里乌烟荡气 那我妈那边怎么办 那小曼 要不让你妈再多等一天 我再想想办法 你 你干嘛去 去材质 材质 材质 我给你去 什么玩儿 铁工技 你把儿子儿媳妇 还在未来的孙子都气跑了 高兴吧 你特得意吧 是不是 我做做什么了 人家美国人不都这样啊 你是美国人吗 你在中国 你生活在中国不生活在美国 知道吗 小曼 老婆 老婆地形有引力 你走慢点 容易摔着 小曼 小曼 老婆 书一乐 你少在那儿假惺惺的 我算看出来了 只要我和你爸妈发生矛盾 你永远站在他们那边 你就知道霍西尼 我冤啊 老婆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要不霍西尼 我还能拿把刀 把咱们家劈成两半吗 得了吧 你就知道柿子解软了你 你就知道欺负我跟我妈 我就没见过你爸这么自私的人 我妈都出那么大的事了 她在这个时候还要分红 还要得那么理直气壮 其实我爸的要求吧 也不过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小曼 你看 咱们俩都是成家立业的人啊 是不是 双方的老人肯无常帮咱们 就像你妈那样 那咱们肯定是要感恩的 那不肯无常帮咱们 就像我爸那样 咱也应该理解 你说你是大记者 这些大道理 还有我跟你说呢 你都明白的呀 是 可是生活中 就只讲道理吗 难道就不讲讲感情吗 当然要讲感情 就是因为要讲感情 咱们才要包容不同老人的个性 对不对 小曼我保证 小乐子三天之内给你凑足三万块钱 凑不足 我就卖鞋去 你再凑不足我就卖身去 你真不要脸 谁要你 为了要咱这个家 为了要我这可爱的老婆 我只能先不要脸了 你就只要欺负我心中 好啦老婆 咱们都是要当妈的人了 不生气 啊 我跟你说了 怀孕的女人生气 生活的孩子也是小气包 去 气包也遗传你 到底是我老婆 就是大气 我这真想不明白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是 我哪样哪样哪样啊 你说哪样 别吵了别吵了 你手里拿着呢 我水碗 你拿着呢 水 水碗 你这这这 那个水 不啥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妈您不知道 这依乐吧 想救急跟我们借三万块钱 哎 就得钱借 你说多自私多寡情 就是不同意 我怎么自私问 你 怎么的 你不同意啊 不是妈 你怎么就不同意了 我不是我 你问哪 你不同意的对了 啊 妈告诉你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能让他什么困难 就找父母是吧 妈呀 嗯 钱借这自私的个性 就是您得灌出来 怎么说话 那你说依乐 依靠别人个性 谁灌出来 是您不知道 这个 依乐现在不是遇到难处了吗 女儿 嗯 别发愁 不就三万块钱吗 妈给你 我给你爸这儿啊 存了些钱 这三万块钱我出了 依乐想什么时候还 就什么时候还 一分钱的利息都不要啊 咱们王家人啊 可不能学有些人那么自私小气 哎 你说谁自私的 嗯 谁自私的 谁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闺女我这就给你拿钱 我告诉你 妈 妈那银行离咱们家是特别远 没事 我又没得老年痴呆症 这点事我能办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了 我我我我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了 妈 我没说你 我是说我是说我一个老朋友 妈 哎呦他去他 我讲卫生的一辈子了 就常上厕所他不冲 我都替他冲了多少回了 他还把那个脏衣服呀 当着干净衣服塞在柜子里 妈妈妈妈 我也替他洗了好多回了 妈妈妈妈妈妈 妈喝水 她原来一个朋友 来 喝水 我可以喝水 他们把他一口音进进行 他喝水 尸费 跟她一口音进行 所以没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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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的钱包掉了 你回来 这是刚才前面骑自行车的个小伙子调的钱 你有手机没有 赶快打电话报警啊 大娘 你 你 你看那个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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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什么警啊 反正也没人看见 这钱咱们平分了吧 这 这不太合适吧这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不不是咱们偷得抢的 俗话说 天上吊的地上捡的 各自拾的是各自的呗 这钱 既然是咱俩同时看见的 咱们就二一天做五 这这 不行不行不行 你还是先报警吧 要 要 要是没人认领 咱俩再平分 行不 大娘 你傻呀 这要真报了警 这钱还能分得了吗 要是找不到施主 这钱 还得交给国家 你说国家能在乎我们这点钱吗 算了算了算了 不行不行 你你你还是先报警吧 人家年轻人挣点钱不容易 丢了这么多的钱 他心里能不着急吗 我告诉你啊 咱俩真要是把这个钱给平分了啊 我这一辈子这心里都不安生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哎 小伙子 这你的钱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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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叫你呢 你就直跑你 哎呀 谢谢 谢谢大娘 谢谢大姐 哎 不对啊 我这钱怎么少了后几千啊 哎呀 这 哎呀 这这这好啊 哎呀哎呀 小伙子小伙子 啊 绝对不可能 我们绝对没动你的钱 一分钱都没动 大哥 我跟大娘真没拿你的钱 哎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就是啊 我这钱确实少了好几千 哎呀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 我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这 都是新的连号子呢 你们是不是拿我钱了 哎呀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哎呀 我们真没拿 你们没拿 那 那 那我查一下你们的包 哎呀 行 检查就检查 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怕什么 没有吧 那 那大娘 我看一下你的包 这这钱是 太 大娘 没事 我给你作证 你没拿大哥的钱 可大哥不相信 你就给他看看 免得我们做了好人 还捞坏名手 对啊 反正你也没拿我的钱 我也不会冤枉你 你让我看一看 检查就查查 你看 我告诉你啊 我也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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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班长 你节哀顺变吧 你节哀顺变吧 对了 我祝贺你桥前之喜 我恭祝你喜得贵子 回头咱长联系 再见 你 你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又喜得贵子 又桥前之喜 又节哀顺变的 你打这几个电话都会这样啊 不是刚搬家的 要不是刚生孩子的 要不是刚家里死人的 我们这班长好 全赶一块了 一分钱借不出来 算了我再想想 我还认识谁呢 我看小玩玩呢 小曼 爷爷 干嘛呢 爷爷 这是银行卡 里边有些钱 你们去拿三万 这密码是我的生日 不是爷爷 这这这卡我奶奶知道吗 我听我妈说 奶奶可是在我爸那边的 不同意借钱嘛 哎呀 她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啊 一听你妈数了你爸 她心里就不乐意了 现在天底下的爸爸妈妈 有谁不护着自己孩子的短的 来来来来快点 不是爷爷 一乐 小半 怎么了这事 这是三万块钱 你们拿去先应应急 哎 姥姥 拿上 哎 别别别这这不合选啊 干嘛啊你 姥姥这钱这这这哪儿 这是我跟你老爷这些年攒的 都娶出来了 你看这我 我把这银行卡 准备交给伊乐小曼 让他们去取钱去 你看这事 这行就行了 你快把卡收起来吧 小心亲家母知道了 不高兴 这就是会捐的卡 她要是不同意 我哪敢 给一乐和小曼子 不是不是 亲家母现在不是 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了吗 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糊涂 万一她一转眼的功夫 把这个借钱的事 给忘了怎么办 哎呦 你就收起来吧 我这不是取出来了吗 是 还是这样 一辈小曼 您把这卡啊拿去 随时用 随时你就取 别别别 爷爷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钱是急用 现在钱老了已经给了 我们这卡您收着 回头我们再用的时候 再给您这个 再找您借 对 你先收拾吧爷爷 收拾吧 那好 那我先收拾 以后你们要急需钱 就找我 好了 我先去了啊 谢谢爷爷啊 嗯 姥姥 姥姥 这钱呢 就当我是先借您的 等我一有了 马上就还您 不急 不急 你别说 还信不过姥姥了 没有 姥姥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钱 可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我知道 妈 一乐 妈不是逼着你这个时候还钱 妈实在是没办法 过一会儿两个小公子老婆 就过来拿这个医疗费 你说这个 妈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钱早该还您了 您数数 你看你说 这数啥呀 难道我还不相信 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吗 行了 你们去忙吧 妈 那我跟一勒去上班了 你自己好好养着 你可慢点 慢点 没事 没事 好好歇着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别着急 注意点 好好好 那我们走了 走了 妈 慢点 慢点 一姐 你说你送我那么多东西 今天我有个礼物要送你 呦 太阳打戏班出来了 嗯 什么呀 来 还有 这个 网络游戏策划书 嗯 郭小琪 就是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设计了个网游 我设计了个网游 这个就是那个作画书 这个 我已经把游戏刻在里边了 都出来了 我看看 这个我还是略懂的 哎 你拿回家 跟双哥一起看 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意见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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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郭小琪 这网络游戏设计需要的三维技术编程 我可是一看头就大 你怎么学会的 我喜欢这行 我怎么看我头都不晕 越看越清醒 哎 艺姐 你说你看 这么厚的一个策划书 那可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你们两个可得仔仔细细地看 哎 顺便帮我这网游起个名字 行不 这个网络游戏呢 我不会 也不懂 不过阿伯 你算是问对人 他不但会玩 还爱玩 而且还给网络游戏啊 做个代理呢 我给你拿回家 给他看看啊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啊 臭丫头啊 真行啊你 我可是耿天才 慢点 没事 水啊 老婆 咱这肚子一天一天见大了 别那么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了 到点准时下班 五点半我来接你 知道了 还要离电脑远点有辐射啊 我离电脑远点我怎么工作呀 不手洗 手机呀 手机 喂 哎 妈 什么钱是假的 你这个三袋钱两头是真的 中间全是假的 你们要实在拿不出钱 你就跟妈说一声 你也不能拿这个假钱来糊弄我呀 对不对 妈 你先别着急 你先别哭啊 我跟依乐怎么可能会拿假钱来糊弄您呢 我 那钱是依乐的姥姥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你说说我怎么会搞错呢 啊 我都卖了几十年包子 我借出的钱多了去了 我这眼睛一扫手这一摸 我都分得清清楚楚的 你这三万块钱来只有一千二十针的 剩下全是假的 要是让那个小工的老婆给拿去了才发现的话 妈跳进黄口都信不清啊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你倒快说话呀 好好好 你先别着急 我跟依乐这儿就赶过去啊 妈说那钱是假的 不可能啊 不是姥姥刚从银行取出来 怎么会是假的呢 对啊 银行也不可能会给假钱啊 你问问姥姥 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她回来的路上 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不可能吧 那刚取出来的钱 咱们边走边打吧 你慢点啊 当时 他们也就把我那几落钱拿过去看了看 说 我的钱跟他们的不连好 我没谈他们的钱 你说这钱怎么就能变成假的了吗 哎呀妈 那俩人肯定是一伙的 他们趁警察您钱的时候把那真钱调包了 您知道吗 我一直盯着他那个手呢 没看见他们换钱啊 哎呀妈 你不懂那些骗子可老道了 手脚还快 您随便使个什么占言法分散你的注意力 然后把钱就给你调包 哎 这种诈骗呢 报社电视台都报好多次了 这叫丢包诈骗 你说让我夸你什么好 啊 这回消停了吧 消停了吧 钱没了 骗子也没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亲给我 哎呀 不是我说你 你呀十有八九的呀 是想占小便宜 上大档啊 你看你当时你都想分那个人地下掉那个钱呢 这不就给骗子有机可乘了吗 嗯 说人这一辈子 谁别上过当吃过亏啊 不说别的 妈您就说您吧 您年轻的时候 不是也花了几个月的工资 买了一个只值几十块钱的假鱼手镯吗 您这不是贪小便宜上大档啊 啥时候有这个事忍您我 我怎么忘了 您说妈您先记性不好 我不跟您说 习震 习震 臣这么烂鼓道提什么提的 那怎么 那只去你妈说我妈不许我说你妈几句啊 我妈也是为你妈好提醒你妈别上当嘛 那你不能抵人心我再说话 习震 你不要跟前进吵了 你婆婆说的没错 我当时 的确有过贪小便宜的念头 所以人家要查我 我才会心虚的把钱拿出来 证明我自己 我真糊涂 天天猫 你别哭了 啊 前进已经报案了 说不定啊 很快就能把钱追回来 就要那么容易地追回来了 人家早就把他盯好了 早就想好了怎么骗他怎么开溜 上哪儿追去 我说你啊 你去银行取钱 你不会把我叫了 你当时没在家 哦 你 你你就一人去 看把你能的 你能 你能 你能把三万块钱变成废纸 你多大岁数还是败价 行了 爸少说两句吧 老头子 咱们结婚五十年了 你从来没有这么凶过我 爸 你离宫了 我得谢谢你 爸 行了 爸 行了 干啥呀你 我错了 我是白家子 我是白家子 光说三万块钱变成废纸 你不跟他 我意思吗 我意思吗 你给我给我 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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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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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我 妈 妈 妈 师弟 师弟 妈 妈 你打打我 妈 这些果然都是假的 那外婆遇上那两个男女 肯定是骗子 不行 我得报警 乖呀 报警的事待会儿再说 眼下这会儿怎么办呢 那两个小公的老婆 马上就要来拿那医药费 怎么办 妈 你先别着急 依乐不是在想办法吗 依乐 老公怎么样 我家现在全乱套了 爷爷他们现在都不在家 怎么了 家里出什么事了 全家人都埋怨姥姥 老婆一生气把开门就走了 我妈追一追追上 这 姥姥不会出什么事吧 那可说不准 你说那么大岁数 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 好不容易攒的 全家人都在外头找的 脸子这都是什么事啊 依乐 你这个家怎么就那么多问题 自打我女儿嫁给你 我就没过上几天的好日子 行了 妈 别说了啊 是不是 会怎么办 会怎么办 好 如果她觉得我能够没努力 我都认得很难 本儿明年 就真的是 老公 那个 妈 您呢 钱收到了 两个小公老婆来一段信说 廖飞已经收到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可能是吧 妈 小公智商要紧 这钱就当我先借爸爸的 等我凑齐了先还给他 好不好 不管怎么说 你爸这份钱算是我钱了 我李东明要强了一辈子 现在缺氧晚节不保 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 妈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妈 别想太多了 咱这儿是有事的吗 是不是 不是 对 对 是我 什么 我妈 我妈怎么了 喂 主任 小曼 我知道你妈那边出事了 对 我在医院陪我妈呢 小曼 这儿有个突发事件 当身人就住在你妈那个医院 你就顺便过去看看吧 现在啊 怎么样 小曼 怎么样啊 行吧 那我过来看看吧 怎么了 不是 现在还要去采访啊 对 这刚刚路口啊 有一个老人看见车就往上撞 后来那司机报警了 警察怀疑是碰瓷 就住在这个医院 我过去看一眼啊 那我跟你一块去 不用 老公 你陪我妈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慢点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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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啊 没事 没事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您好 我是晚报记者李小曼 您好 换照在这儿 好 姥姥 怎么是 怎么是你啊 她说你姥姥 是啊 这 她刚刚故意横穿马路 被车刮倒了 姥姥 妈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啊 问你姥姥了 她呀 刚刚是被骗子 骗了三万块钱 一直激动想不开 走上了极端 你有时间多劝劝她了 别让她做小事 好 姥姥 姥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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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别这样 妈 没事吧 妈 没事吧 大夫 我妈怎么样情况 老人只是被盗尸镜刮倒了 受了点皮外伤 另外还有些轻微脑震荡 注意观察几天就可以了 好嘞 对 不是给您添麻烦吗 妈 妈 您看看您 您真是的 不就是三万块钱吗 没就没了 您以后不能干这啥事 你吓死我们了都 那三万块钱 是我给您帮好不容易存下的 妈 我知道 妈 我知道 我真的不想活 妈 你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妈 妈 老老 你听我说 你待会回应一下 那两个骗子长什么样 大概多少岁 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我待会这写片报道 登在报纸上 让大家一块来 把我们抓这两个骗子 他们一定逃不掉的 小白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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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说 我以前真能找回来 能找回来 真的呀 真的 老老 肯定能找回来 妈 妈 你干嘛去 出院 你先回来 你先进来 先进来 您出院也得等什么 回来商量商量再出院 这院我不能再住了 要是再住的话 你岳父把啥事都给处理了 那我欠他的情可就大了 您先别冲动 别冲动 别冲动 妈妈妈 您相信我和小妈 这些事我们能处理好 我相信你 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你给你家人 你爸 你妈 你爷爷 你奶奶 你姥姥 姥爷 哪一个是省油的灯 我女儿嫁到你家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连我这丈母娘 都被你们一大家子人给拖累 要不是因为你 你岳父大人 能能得这个机会 就让我欠他的情吗 我还能晚间不保吗 你说说 对不对啊 妈 谁呀 谁拖累谁呀 妈 您怎么来了 还不是因为你姥姥 姥姥找了 别提了 见你姥姥差点 刚刚来电话说被车撞的那个人 就是姥姥 那姥姥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我们已经给她住院了 住两天就没事了 姥姥 刚才你说我们全家拖累了您 我妈今天就是为了替伊乐 还你那三万块钱 才去银行取钱的 你吹吹吹吹这个急啊 要不是我妈能上银行吗 要不然能在路上遇到骗子吗 啥 你妈是为了贪点小便宜 被人给骗了 你倒怨上我了 什么 贱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没有说不应该 当初一来开放馆缺钱 我二话没说 把我那三万块 全拿出来借给她 可是我现在出了这么大事 你们谁关心过我呢 我们 到现在害得我 连这个坚守了一辈子圆子 全给打破了 行了 怎么了 你借钱给你女婿 你那是自愿的 对 你别老弄得好像我们全家 欠你什么人情似的 今天我妈 就差点害的 搭上一条人命 什么 我害了你吗 可不是 喂 你不会是为了赖我 那三万块钱 你到底是赖什么 你 什么呀 你说借我钱呢 你 我还在害你吗 什么呀 你 你跟我说清楚了 来坐这儿 怎么样 小七设计的这款游戏 有价值吗 真不错 虽然还有一些需要 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但是基础特别棒 真没想到郭小七在游戏方面 还真的挺有天赋的 她这款游戏题材特别 定位准确 潜在的商业价值很大 只要能找到有实力 立有诚意的游戏开发商合作 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真的吗 小七要是知道了 肯定特别高兴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告诉小七 她这个游戏凑二叔啊 写得太不专业了 投资商根本看不下去的 这样 我先替她重新写一个 然后咱们分头帮她联系 游戏开发企业 大家一起来完善开发这款游戏 那我现在就一个小七打个电话 告诉她 嗯 真的 你不是梦我呢 你怎么看我 妈 妈 我成功了 成功了 干吗你高兴的 什么事成功了 哎呀 我设计的那套网络游戏 刚才艾姐和上哥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两个已经看过了 觉得特别的牛 在市场上 以后一定会卖得特别好 哦 那倒是件好事啊 值得庆贺啊 反正我成功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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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小工啊 我已经把他们安顺好了 还有那两家商户 我也都签好了赔偿的协议 不会再有人去骚扰你妈了 谢谢啊 爸 等我凑够那笔钱 我一定尽快还给你 你说什么傻话呢 爸爸怎么能要你还呢 哎 你妈这两天怎么样 她昨天非要闹着出院 等一回到家 一门心思要凑钱还你 她说要把我们家房子卖了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哎呀 你妈这个人哪 是一辈子要抢 一辈子在跟我赌气 你一定要劝你妈 千万不能把房子卖了 不能到头来弄个安身之处都没了呀 我回去就劝她 我想我的话她还是会听的吧 是的 是的 哦 对了 爸爸知道你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我在另外地方又给她找了一间 消防设施都齐全的铺面房 租金也交了半年的 包子铺随时可以再开张了 但是记住啊 不能告诉你妈妈 是我在背后张楼 就说是你安排的 爸 你说你在背后为妈做了那么多事 都快花光你一辈子的积蓄了吧 你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小白 你妈妈这个人 恨了我一辈子 也怨了我一辈子 当年她就拒绝接受我给的赡养费 就是靠着对我的怨恨 支撑着她一个人 过了这么多艰苦的日子 所以我就想 对我的恨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柱了 那就让她一直恨下去吧 来 多走走 对孩子好 来 往那边 很 ownership 在愤怨 鍵 晨子 绽放你模样 雨中自定香 默默涂芬芳 花桥般留树袍 走过人一双 投留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定格住我们青春过往 傲然挥手看幸福模样 靠在谁身旁 留不住的时光 带走感伤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偷留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